大家好,欢迎收看本节目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唐朝时期的一位叛乱者 他的名字叫安禄山 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为什么他要反叛唐朝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安禄山出身于西域的一个小国家 叫康国 他的父亲早死 他的母亲后来嫁给了一个唐朝的将军 所以他就改了姓,叫安禄山 他从小就很聪明 会说六种番语,也很勇敢 喜欢打仗 他先是跟着一个叫张首归的将军 打过突厥人 后来又跟着一个叫李林福的宰相 打过吐蕃人 他打仗打得很好 所以唐玄宗很喜欢他 给了他很多官职和封地 他最后成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史 手下有十几万兵马 权势很大 安禄山虽然有功于唐朝 但是也有罪于唐朝 他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 不惜杀派忠良之事 贪污腐败 残暴暴民 他还经常向唐玄宗揍谎言 诬陷别人 让唐玄宗对他更加信任 比如他曾经诬陷幽州都督张首归 河北节度史李怀仙 河东节度史李光碧等人 有叛乱之心 导致他们被贬斥或杀害 他甚至还想娶唐玄宗的女儿为妻 当然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他对唐朝带来了很大的祸害 让朝政混乱 民生困苦 安禄山为什么要反叛唐朝呢 有人说是因为他有野心 想要篡斗皇位 有人说是因为他想要报复阳国忠 还有人说是因为他有压力 想要保护自己 其实这些原因都有一定的道理 安禄山确实有野心 他曾经说过天下之势 不过在我一面之间 他也确实有报复的情感 他曾经和杨国忠是好友 后来因为杨国忠嫉妒他而翻脸 据说杨国忠曾经派人刺杀安禄山 还想要削减他的兵权和封地 安禄山为了报复杨国忠 就打着讨伐坚定的旗号 发动了叛乱 他也确实有压力 他曾经被唐玄宗派去平定吐蕃的叛乱 但是因为他的部下巨人兵判典而失败 他还担心自己的兵权和封地会被削减 所以他开始和吐蕃 回合等外族勾结 准备发动叛乱 所以安禄山反叛唐朝 并不是一式冲动 而是长期酝酿 安禄山在天保十四载 755年正月发动了叛乱 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攻占了洛阳和长安 自立为皇帝 建立了伟烟国 他的叛乱给唐朝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导致了唐朝的衰落和中原地区的动荡 据说安禄山的叛乱造成了三千万人的死亡 相当于当时中国人口的一半 唐玄宗为了逃命 不得不弃都西逃 途中还发生了杨贵妃被杀的惨剧 唐朝虽然最后平定了叛乱 但是也失去了很多领土和财富 从此走向了下坡路 安禄山最后被他的儿子安庆序所杀 死后被唐朝剥皮示众 他的叛乱也没有得到多少人民的支持 反而遭到了很多忠诚意识的抵抗 比如岳飞祖父 岳无目 甚至是诗人李白和杜甫等等 但是在华北地区 安禄山仍然有一些忠实的部下和信徒 他们把他当作神明来崇拜 后来安禄山投降唐朝的部将为了安定北方人心 特别为安禄山 安庆旭 史思民 史朝义四人历词 吉安史次胜 这也许是唐朝对安禄山最大的宽容了 好了 今天的历史小故事就讲到这里 你对安禄山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赞分享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